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上节课的课程中,我们持续的给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个Python的基本数据类型Number 当时我们强调过了Number是一个大的分类 它不仅仅是包括我们之前讲到过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和浮点数 它还包含有其他的一些子分类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布尔类型 那么这个布尔类型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布尔类型的概念和意义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表示真和假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的同事跟你说你要涨工资 你将信将疑 去问你的老板 我是真的要涨工资了吗 你们老板说假的,没有这回事情 那么像这一系列真假的,真和假的状态 怎么表示呢 我们之前也说到过了 现实世界里面的一些事物 我们是需要把它给逆射到我们的计算机里面来的对不对 那么现实世界里面有真假 那么我们计算机里面呢 也要有相应的类型来表示这样的一些真和假 那么在Pathom里面呢 我们就是用的这样一个布尔类型来表示真和假 好,那么除了这个布尔类型 还有我们之前讲到的这样一个整形和浮点型之外呢 我们还简单介绍一个其他的 还有一个类型就是这样一个复数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Number这个数字类型上面的 我们所提到的四个子类型 那么关于这个Complex复数呢 这个呢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数学的基础 因为呢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可能用到复数这种情况呢比较少 我们简单停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重点呢来看一下这个布尔类型 在Pathom里面的一些特性和表示 好,再次打开我们的IDLE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直观的认识一下这个布尔啊 真怎么调是True 这个难调是 好,假怎么调是False 一定要注意 T和F都是大写的啊 如果呢我们试着把它小写看一下 它会提示语法错误对不对 这个呢是大家要注意的 和其他语言有一些不一样 T和F都要大写 好,那么我们呢进一步的来验证一下 这个True和False呢 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布尔类型 还是呢借助我们的这个Time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True 看见没有布尔类型 同样的呢可以看一下False 一样的啊,布尔类型 很多同学呢可能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说布尔类型呢会归到这个数字 这个分类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我们上节课 手持着这个Int这个方法啊 来尝试着把True 转化到我们实际上的数字 想看看它是什么 E对不对 同样呢我们呢再把False 转化一下实际上看一下啊 量,看见没 好,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布尔类型呢 就是数字的一种 我们可以再反过来看一下 我们用布尔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来把这个1和0啊 像这样的一个布尔类型来转化啊 我们看一下布尔1 大家觉得是什么 True 好,同样 我们再看一下布尔0 应该是False 好,这一阵一反就能够说明我们这个问题 在Python里面啊 布尔类型是属于数字 这个大分类下面的一种 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在很多的一些Python的基础 比试里和面试里呢 都可能会提到的一些面试的问题啊 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的 好,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说一下 这个是不是只有数字1可以表示True 然后数字0表示False呢 不是这样的 我们呢可以啊 进一步的来验证一下 好,我们可以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的这个IPLE 好 如果我是2呢 同样它是True 我们可以再验证一个小数 2.2 也是True啊 再验证一个复数 好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0 这些以上的示例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以上的示例说明了 只要是非0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 都是表示的是布尔的真 而只有0呢 表示的是布尔的假 这个知识点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好 那么我们刚刚那是拿了这个十进制的数 在决定什么事啊 我们再看一下 再拿个二进制的数 0B01 好,我们看一下 True 因为0B01表示的是1 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二进制的0呢 0B0表示的是什么 应该是false啊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IDLE给清空一下 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呢 要扩展一下 并不是说只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才能代表这样的一个布尔类型 或者是说呢 只有数字才能和布尔类型之间做一个转化 实际上呢 还有其他的很多种类型呢 都可以和布尔类型之间做一个转化啊 比如说我们下节课要学习到的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先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 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讲 比如说这个APC 它是一个字符串 大家觉得它和布尔类型的转化是什么 True 好,那么假如说 字符串怎么来表示这样的一个假的false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一下 什么都没有啊 两个单以后之间什么都没有 它一定是一个false 对不对 好,这是举个字符串的例子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再举一个例子 好像是这个布尔方法 然后这个中间呢 我们呢 有一个新的数字类型 这个新的数字类型呢 我们放到后面也会来讲解的 两个中括号之间 我们给它三个数字 一二三 三个数字之间呢 用多号分隔 好,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它像布尔的转化 应该是True还是False 是True 这个数据类型呢 它呢叫做这样的一个列表 后面呢我们会提到 大家先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列表中间 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它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上面这个字符串 中间有空的时候 False 好,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双的滑阔号 这个呢按照我们上面的规律呢 它可能是True对不对 这个大家觉得是什么 False吧 那么从以上的这样的一些 我举的示例 大家可以读出一个规律 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示点 它在我们过去的编程中呢 用到的是非常多的 除了零可以表示False之外 在Path里面 这样的一些空时呢 比如说这两个动号空置不串 比如说两个中括号 这个叫做空的列表 再比如说呢 这个空的花括号 表示的是空的原主 那么这一系列的空时的话呢 都会被认为是False 这个知识点非常重要 我们简单一点可以说 非空呢 一般的情况下面呢 都会被认为是True 而这样的一些空词的话呢 都会被认为False 好 讲到这里呢 顺便把这个给提一下 Pathol里面还有个特殊的类型 叫做none N注意要大减 它呢也是False 关于这个none 这个呢放到后面呢 我们也会来讲到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